嗨 朋友们大家好 众所周知啊 最近美国政府在病毒溯源问题上 突然又重新大作文章 给中共呢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我在过去的视频里啊 也介绍过说 就是拜登呢 在今年23月份啊 他叫停了蓬佩奥启动的 在国务院调查五毒 是否是实验室产物的这个行动 但是呢 在五月中旬啊 拜登突然他又命令 美国情报部门就此问题重新调查 并且给出了90天的限制令 而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啊 他们也提出了 五毒实验室起源信息公开法 这个法呢也被通过了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90天后 美国政府他们所有的调查内容和结果 都要公知于事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啊 是一片哗然 众所周知 实验室起源说呢 是因为他一开始啊 是被川普提起的 所以去年啊 就被WHO和左媒啊 打成了阴谋论 甚至是美国政府 也一直是正式的否认 实验室起源的可能性 和川普啊唱反调 但是我们知道啊 美国民间对实验室起源认同度啊 是从去年年底就越来越高的 那么这个认识啊 和政治呢是无关的 因为啊 我认识的很多反对川普的美国老百姓 他们也认同实验室起源说 因为这个病毒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但拜登政府怎么会重新重视 起实验室起源调查呢 而美国那些去年痛斥阴谋论的左媒 他们也赶紧的见风使舵了 那么美国媒体啊 有个叫红州报的 发表了一篇爆炸性的报道 或许啊 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那么我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份报道 他说啊 美国情报部门告诉红州报 中国的一位高级别的投尘者 已经和美国情报部门 DI合作三个月了 那么这位投尘者 对中国特殊的武器计划 有直接的知识 当然所谓特殊的武器计划 就包括了生物武器 这就是最近啊 美国突然加强了 对中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 压力的这个原因 那么这篇报道啊 具体的内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FBI的大佬 克里斯多夫雷啊 他完全对这件事情不知情 报道用了被伏击来形容雷的感觉 而且美国情报巨头CIA也被门在了鼓里 那么DIA这次呢 把这位投尘者信息完全的保护在秘密的网络中 就是为了防着CIA和美国国务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DIA的领导臣啊 他相信在FBI CIA和其他的美国的联邦政府部门当中啊 都有中国的间谍 第二这位投尘者啊 向美国汇报了什么信息呢 他汇报了中国正在实验室制造病毒的变体 使这个变体啊 看起来就是自然界起源的 那么我们知道啊 一个在自然界产生的病毒 因为自然进化 从动物呢 它会跳到人体 并且在人体当中繁衍 进而具有传染性 那么这个病毒啊 它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很多变体 来适应突然变化的生活环境 和这个传播环境 而支持实验室起源说的科学家 他们发现啊 早期的武汉病毒非常的稳定 并没有产生这些变化 所以啊 为了制造自然起源的这个假象 中国现在在加紧的制造 人工制造 那些看起来符合这些自然进化的早期变种 那么这位第三 这位投陈者向美国DIA提供了全面的详细的技术细节 而美国DIA啊 通过他们的调查 认为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可靠的 而帮助DIA在技术上的 是美国陆军医学研究所的传染病部门 那么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 我认为啊 首先这位投陈者 他是和美国合作期间的 他是有极大可能 他人还在中国 而他应该是深入涉及了 中国制造伪证的牵涉人之一 从报道来看 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位专业人士 他知道很多制造病毒的技术信息 现在这篇报道出来以后啊 这位投陈者 我相信他应该是已经安全了 否则啊 DIA是不可能向外释放这种消息的 因为当时啊 连FBI和CIA都不被信任 他们啊都被蒙在鼓里 可见当时他还没有得到 人身安全的完全保障 那么这个消息传来啊 我们就不难解释一些事情了 首先呢 就是美国富奇最近的一些态度变化 可见啊 他应该也是了解到 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拿到了有利的证据 否则啊 老狐狸的富奇 他一定会死死的咬住 去年实验室起源是阴谋论 这个论调不放 其次呢 就是这个结论已经报道给了拜登 在强大的人证和物质面前 拜登呢 不得不重启了实验室起源的调查 这个调查 其实呢 就是给外界一个心理的过渡期 给中共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也给潜伏在美国的中共代言啊 最后表演的机会 而且最后啊 还有这个信息法做后电 保证美国人民有全面了解情况的这个权利 那么如果一切证据请向中共实验室起源说 那么中共呢 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 不要说拜登政府有没有可能放中共一马 就印度一个国家 这个事实上的人口的最大国 中共的对手 印度就不可能轻易的放过中共 况且中共还资助印度的武装分裂恐怖组织和印度树敌巴基斯坦 那么我认为首先全世界将立即对中共进行科技封锁和资金封锁 中共已经证明了它不光盗窃西方的技术来打倒西方的商业利益 它更使用西方的技术来危害世界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健康 其次呢就是中共的赔偿问题了 川普啊他提出了中国要赔偿10兆美元 如果中国成年人算10亿人口的话 那么就是每个人要付出1万美金 那么中国会不会能不能赔偿这10兆美金呢 我认为啊是完全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2019年啊 瑞士银行公布了有100位中国人在瑞士银行系统啊 存款高达7.8兆美元 你看啊 我们只要冻结这100个中国人的存款 那么这笔赔偿的这个大部分啊就已经解决了 那么这100个人 他们肯定就是为中共负责的 有他们的存款来赔偿实在是理所应当 而且啊这种赔偿对国内的老百姓经济啊 影响并不会很大 因为这些钱 他们本来就不参与国内的经济活动 当然这是赔款啊最理想的解决办法 虽然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希望嘛 那么除了赔款之外 最终解决的就是要彻底解体中共 在中国永远要定共产主义为邪教 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只要中共还存在一天 那么他就必定为他的生存做挣扎 而这些挣扎全都是牺牲他人利益 把人类拉入黑暗的作恶 相比四年前 全球的反共气候已经形成 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边 而我们敌人必将被摧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